教练 今天咱们来练点什么呢 我认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协调性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尝试一个动作 大家都热身好了吗 好 来尝试协调性的训练 对 刚才我们已经热过身了 来 上一下道具 这个游戏看上去 不太能够看得懂 什么意思啊 怎么玩啊 下面这个游戏叫做 手脚并用跳格子 我们每一排的格子有三个位置 然后一个左手 左脚 右手 右脚 然后我们根据相应的图案 把自己的手和脚 放到对应的图案上去 完全得对上 比如说这个手它就是左手 对吧 对 那个就是右手 这个得完全得对应才可以 然后像这样 这个位置就是左脚和右脚 有些人把脚放上去 然后先做个简单的示范 好 瞬间 一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跳过来 要同时啊 对 明白了 第三个 第四个 好 知道了 很简单吧 简单吧 简单嘛 我总觉得 好 博哥给我们先来实体验一下 行 试一下 看似好像 看似好像没那么难 但是肯定暗藏玄机啊 看看坑在哪儿 一 二 三 走 很好啊 一 二 三 走 一 二 三 走 一 二 三 走 一 二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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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对 你看这个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协调性 还 好累啊 锻炼我们平衡能力 对 一 二 三 差点错 差点就错 最后这个太挑战了 下面这个看起来就不简单 哎呀 对 很棒 胳膊太短了 来 最后一个 到手反应是对的 好 一 二 哎呀 对 好 好 赞同姐来尝试一下 来 三 二 一 走 蹲下去 对 很好 好 来 三 二 一 走 好 三 二 一 走 很棒 三 二 一 走 对 三 二 一 走 想好 哎 厉害厉害 很棒 来 下一个 三 二 一 走 哎 手放哪里 哎 手 注意 手放这儿 对 这个是最有难的 下一个想好了 OK吗 OK就跳 对 方向没问题 来 最后一个 三 二 一 走 好 厉害厉害 很棒 完成得很好 哎呀 看来我们两个在主持人当中 属于这个 身体协调性很不错的 身体住的很棒 谢谢 那训练这个协调性 它的益处是什么呢 对 因为协调性是我们 所有运动技术的一个基础 哦 它并不是单指某一个方面 它是由相互关联的元素 组成的全方位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和你的手脚配合的能力 嗯 就肢体四肢不同的配合的能力 这个我知道 其实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说 这个手脚的协调能力啊 严守的协调能力啊 等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对